美国建筑史上最伟大之作 现代建筑的标志性杰作 有机建筑的杰出代表 这栋建于瀑布之上的住宅 正是世界最著名的别墅之一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高 一个对住宅感兴趣的建筑师 今天这期视频就来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这栋90岁高龄的现代住宅 时间回到1934年 当时的德义富商考夫曼在他儿子的建议下 找到了67岁的建筑大师弗兰克·赖特 位置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米尔润市郊区的熊奔西附近 设计一种周末度假别墅 在勘探完现场之后的几个月里 项目其实一直都没有进展 直到有一天考夫曼一个电话 打给赖特说 两个小时之后他就要看到方案 这下可把大师给积坏了 不过也就是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赖特画了一套快题 赖特画下了这些草图 果然Deadline才是第一生产力 赖特将住宅选择在溪流的上游 住宅以悬条的方式架于瀑布之上 就像从土地上长出来的一般 与瀑布山体融为一体 我认为即使在今天 他看上去依旧是充满现代感与美感的 不过考夫曼当初在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 起初其实是很不满意的 原本他设想的房子应该是在瀑布的底部 以便可以随时看到瀑布 而赖特却认为瀑布应该在房子的底部 瀑布这么壮观的东西少看为好 看多了就不壮观了 尽管这种考夫曼还是对 瀑布在房子底部的想法持怀疑态度 但最终还是同意并认可了赖特的这个方案 赖特将住宅置于溪水旁 用外生的巨大悬壁露台覆盖瀑布 建筑的视觉中心得以外延至瀑布上方 远远看去 溪水就像是从建筑内部喷涌而出的 实际上溪水只是从建筑一旁经过 为了承受巨大的悬条 建筑的后端以简历墙为主 并通过额外的梦境更后方的沿层之中 以此维持整栋建筑的平衡 进入住宅的路径有一些曲折 首先得走过一座小桥来到房子的背面 正如赖特其他住宅一样 流水别墅的入口也是很不起眼的 这个小小的玻璃门就是房子的主入口了 主入口的位置据介绍是听不到南侧的流水声的 因此赖特就在这旁边设计了一个 人工小水池 实现了整座住宅到处都能听到流水声音的效果 经过户门之后我们来到住宅的玄关 再踏上两极台阶 就达到了整个住宅最大的一个空间 客厅 客厅依据业主的需求划分为多个区域 各功能区之间不做任何分割 音乐区是一个带唱片机的沙发 旁边是阅读区 顶上开车天窗 为室内提供充足的光照 转身来到旧餐区 餐桌以石柱为中心 一侧布置餐边柜 一侧设计有水平的高侧窗 这位餐厅带来了额外的采光 餐厅旁边是取暖用的壁炉 这些不规则的岩石并非装饰 而是天然岩石局部进入到了室内 建筑师并没有凿掉这些部分 而是选择了顺势而为 让其成为室内的一部分 这也为室内带来了更多的自然趣味 体现了赖特有机建筑的理念 这个红色的大铁球 给大家三秒钟时间来猜一下是做什么的 三 二 一 烧水壶 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到 铁壶可以旋转到壁炉之中 水烧开之后 转回原来属于它的圆形壁堪 通过水龙头就可以直接用这些热水了 非常的巧妙 休息区有两个 尺度较小的位于壁炉旁 给人亲密的感觉 大的休息区以自然为背景 一字排开 几乎容易环境之中 赖特取消了转折处玻璃之间的树档 房间的角落似乎不存在了 赖特甚至取消了玻璃与墙体连接处的树档 为的是进一步模糊时内外的边界 然而这也为后续住宅的防水问题埋下了隐患 此外为了真正的接触自然 流水别墅当中另一处让我眼前一亮的设计出现了 一个直接与吸水连接的悬挂楼梯 楼梯不通向具体的房间 仅供休息沉思 当然你也可以坐在平台上 双脚正好可以进入水中 可以说是钓鱼牢狂喜 楼梯旁是另一扇通向露台的玻璃门 从露台走向另一个狭窄的楼梯 来到的是泳池 泳池视觉上与旁边的吸水融为一体 我们回到室内再来看一下整个客厅 空间宽敞 然后层高却很低矮 大概只有2.2到2.5米 配合上天然石材墙面 整个客厅给人一种洞穴般的感受 赖特认为低层高能够带给人一种强烈的 类似于庇护所般的安全感 地面采用的石材经过抛光 纹理与颜色就像经潮汐 长时间冲刷后的 呈有机图案的毛石 家具大部分都采用了胡桃木 据说也是赖特亲自设计的 并且大部分都是不可以移动的 可以说是对空间效果控制到了极致 经过这个门之后 来到的是厨房 厨房看上去很现代 只有这些家具在提醒着你 房子接近90岁的年龄 经过厨房的这个门 来到的是为用人准备的休息室 这里有一部楼梯通往地下室 受地基限制地下室面积很小 通过将左侧岩石凿掉一部分 作为地窖和开水房 虽说是地下室 但其实也是能够采光和通风的 经过餐厅旁边的这个楼梯 可以去往澳层 楼梯材质与墙体保持一致 全部采用粗糙自然的石材 看上去更像洞穴了 澳层有三间卧室 每间都自带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以及一个比房间还大得多的露台 这种配置即使摆在今天也是很奢侈 经过一个狭窄的通道之后 我们来到主卧的大开放空间 落地窗外是更大面积的露台 主卧的露台是整个住宅 为数不多能够看到瀑布的地方 刚才也提到过 赖特认为如果随时都能看到瀑布的话 它可能就变得无聊了 我们回到主卧之中 在这堵墙背后是卫生间 干湿分离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已经很不错了 再从二层的楼梯去往三层 楼梯一侧的墙上布满书架 上来之后是住宅的第四个卧室 这间卧室非常的小 仅仅容得下一张小床 穿过玻璃门之后的露台依旧很大 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底部有窗户的花池 这其实是为二层的这个卫生间所设置的高窗 赖特以这种方式 实现了整座住宅每个房间均可通风采光的设计 三层还带有一个书房 书房与二楼其中一个卧室 以及一楼餐厅的空间几乎一致 因为这三个房间都设置在数项的塔楼之中 塔楼形成的树线条 与层层露台形成的横线条形成对比 构成了流水别墅经典的构图 流水别墅 我是在我大一的时候第一次认识它 当时就被它这种碎油人做 晚自天开般的效果震撼到了 其实放到现在来看 我觉得它的效果依然非常的顶 当然受限于当时的技术问题 流水别墅也不是完美的 为了实现巨大的悬条 结构出现过严重的问题 后期花费了巨额的资金才得以加固 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都猜到了 就是漏水 当然这其实并不是因为悬条于吸水之上而造成的 而是刚才你所看到的 为了实现极致模糊室内外的效果 Lite取消了玻璃和石墙之间的窗框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 这些地方漏水可以说是非常残烈 再加上钢筋混凝土露台的防水措施不够 露台漏水也成了棘手的问题 另外就是很多人诟病的 鉴于瀑布之上可能会导致的这个噪声的问题 但是我想因为考夫曼一家 本来就是喜欢自然喜欢露营的 所以吸水或者瀑布的这种白噪音 我觉得可能还好 你觉得呢 欢迎讨论 区别于同时代的萨埔伊别墅 流水别墅如同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生命体 通向水面的悬挂楼梯 壁炉前突出石板地面的天然巨石 模糊室内外边界的洞穴市居所 如同被风和潮汐冲刷后的 成有机图案的石材地面 不绝于傲的溪流之声 流水别墅一直在传达与自然亲近的态度 赖特的有机建筑理念 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时间来到1963年 也就是赖特逝世后的第四年 小卡夫曼将这栋住宅捐给了当地的自然保护区 此后他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2019年 流水别墅和赖特的其他七栋建筑 一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遗产 好了 那以上就是关于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 就点一个免费的赞吧 当然如果能给个关注的话就更好了 感谢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